为了感念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创办人戴东元教授 基金会今年特别设立科普奖 从52件报名作品中 选出由黄维仁医师与蔡佳化营养师合著的 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 陈大医院古科部戴大为医师所著 五职疏松与姬小镇照护全书 以及台大医院复健科与营养师团队合力撰写的 囤研困难安心照护饮食全书三件作品 成为首届戴东元教授科普奖获奖者 这本《骨质疏松记》基少症整治照护全书 其实是我集结了在门诊的时候 很多病友问我的问题 然后把它集结下来就写成一本书 所以这些里面的内容关于饮食啊运动啊 要怎么样预防骨质疏松啊 都有写在书里面 那其实缘起就是因为我的外婆 它其实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 那最后呢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跌倒就造成宽部骨折 那之后呢手术也非常顺利 可是在手术不到一个月之内就过世了 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的可怕 其实我们一般人认为可能年纪大 就会骨质疏松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骨质疏松它是一个疾病 我们现在的慢性病呢 应该是三高一滴 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跟高血糖 另外一滴就是低谷密度 因为低谷密度就会像我外婆一样造成宽部骨折 那一旦骨折以后就很难恢复行动能力 那你本来可以好好走路 变成是需要拿拐杖 本来可以拿拐杖行走变成需要坐轮椅 或者是需要到看护的机构去 事实上糖尿病控制不好的人 它会造成一种是刺发性的骨质疏松症 所以如果一旦年纪大了 或者是荷尔蒙减少了停静了以后 我们骨密度会流失的比较快 但如果再加上有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呢 我们骨头的结构会变成异常的脆弱 所以一旦是有糖尿病在合并骨质疏松症 那跌倒骨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提高 使用唐太宗因为糖嘛 我们要把它泰除掉 然后我们就谐音叫唐太宗 那因为我们是比较有一个 想要教育性质的意义 所以我们叫做唐太宗书院 那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这个赖群组的位教文章 我们就把它集结成册 所以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当时想说 那既然是有一个古典的感觉 那我们是以前都是叫什么宝典 葵花宝典什么的 那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控堂宝典 所以又有点有趣 然后又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书是在做什么的 就是帮病人可以控制 他的糖尿病使用的这样子 专业医疗人士难免会用一些 比较监涉的用语 不是那么口语化的 但是事实上糖尿病大部分 也是年龄偏大 甚至需要讲一点 比较简单的话 甚至台语等等的 我们都要让病人 目的是要能够了解 那了解怎么才去实践它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说 在传递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就越简单越好 不要写太多 我们都是用非常简单 重点式的方式 让病人一听一看 就知道该怎么 重点是该怎么样去运用它 我们有把大家最常见 就是觉得我吃外食 是不是血量就已经控制不好 或是遇到各个节气 应该怎么样子 那我们有把就是外食 然后不管你是吃火锅 吃意大利面的餐厅 吃各式各样料理 然后还有各个节日 像端午节中秋节这些 那到底这些饮食 到底该怎么吃 其实我们都有特别收入 在当中这样子 其实糖尿病的饮食 它是一个很有弹性的 不管我是自己在家里煮 或是外食 或是不可能偶尔 真的是想要吃一点甜点 那其实我们在书里面 都有写到说 它是可以做饮食上面的 一个代换 那它可以吃得安心 但是它的血糖 又可以控制得稳定 基金会董事长蔡世泽表示 基金会设立科普奖 从糖尿病老人医学 以及家庭医学范畴 临选优秀作品 期盼鼓励一届后起之秀 传承戴东元教授的使命感 推广健康教育 将正确知识导入大众生活 戴东元教授的话 不只是糖尿病界的大老长老 同时也是台湾家庭医学 以及老人医学的领头羊 或是催生者 所以我们纪念戴东元教授 最好的方法之一的话 就是发扬它在这三个领域的话 对台湾的贡献 我们今天选拔了 我们选出 从52件作品里面 我们选出了三本作品 有一本 当然是我们唐拉宾的作品 那唐拉宾的作品 这一本的话 是一个对入门的 一个很好的指引 一个图文并茂的书籍 让大家很容易从视觉上 就得到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讯息 第二本书的话 讲的是一个 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年的社会 特别超高龄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一本书 包括姬嫂跟古松的一个书 所以戴医师的话 在这里面有很详尽的一个解说 也是一个图文并茂的书 也深入浅出 第三本书更特别了 是一个台大的团队 包括那互健跟营养 联合做的一本书 根据国际对主角困难的标准的话 老年所谓老年症候群所面对的 所需要处理的事情 这时候有很多的共病 当然也还有包括我们的鸡嫂 古松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对糖尿病的控制 就不再是唯一的或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对其他共病的处理 乃至于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技能 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种诉求 202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而国人糖尿病人口半数在65岁以上 面对高龄糖友 基金会建议医病有自身状况 与医疗团队讨论后 定定个人化的治疗目标与治疗策略 才能维持生活品质 减少相关病发症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